连续两天来到新竹市 为民进党新竹市长候选人 沈慧宏站台以及车嫂 前副总统陈建仁表示 相信有经验的沈慧宏担任市长 一定能让新竹光荣持续 用领导力让新竹团队发挥所长 新竹在林志坚跟沈慧宏 他们的共同努力之下 在这八年来成为五星级的城市 那我沈慧宏副市长 在这方面很有经验 我们能够有这样的一个副市长 来担任未来的市长 我相信这样的光荣能够持续 使得新竹变成一个科技的首都 而且使新竹成为一个宜居的城市 更重要的沈慧宏他有一个 很好的领导的能力 他会使得整个市府的团队 更加的发挥所长 选举最后冲刺 前副总统陈建仁陪同沈慧宏 与其车嫂 沿途受到民众热情回应 还有民众送上小礼物 我们陈建仁副总统一直是一个非常温暖 而且是一个非常载心忍厚的人 所以每一次我们每一年的感恩祭的点灯 都是陈建仁副总统来带给我们温暖与平安 我也相信这样子的一个温暖与平安 跟沈慧宏一起遮嗓就是想要传达给新竹市民 在城市里生活就是温暖与平安 在自己的家里能够继续的幸福 那我也相信在最后剩下这 现在已经倒数13天 11月26号大家就要投票了 那在这过程当中 应该是更努力让新竹市民 能够看到沈慧宏请跑 认真跑 而且希望大家能够上 沈慧宏的政策网站上面 好好的仔细的看一看 自己未来的家 沈慧宏想要跟大家一起走到 怎么样的一个超级幸福 距离投票剩下不到两个星期 沈慧宏邀请市民到他的政策网站浏览 了解他未来想要带给市民的 超级幸福城市 这也是他参选的最重要目标 记者万事连新竹采访报道